嗨,欢迎收看自由感觉,我是杨阳 根据2016年各省市旅游统计标显示 2016年旅游收入排列前三位的省 分别是广东省、江苏省和浙江省 2016年广东省旅游收入11,560亿元 接待过夜旅游人数达3.6亿人次 过境游客人数达3,518万人次 旅游接待过夜游客、入境旅游、旅游总收入等主要指标 位居全国之首 广东成了名副其实的旅游第一大省 广东位于岭南,简称岳,是中国的南大门 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一个窗口 广东省旅游资源丰富,类型多样 拥有5A景区13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6座 文物古籍众多 广东还是著名的度假圣地,气候温和,阳光明媚 一年四季,军事和旅游 丹霞山风景秀丽,色如沃丹,灿若名霞,十分壮观 更有桂陵山水夹天下,不如广东以丹霞之说 被称为阳城第一秀白云山 遥望珠江,暮春时节白云踪绕特别漂亮 观兰湖即运动商务养生旅游文化娱乐 美食购物,长居短气,七大功能于一体,辉煌盛大 赵庆七星岩,湖中有山,山中有洞,洞中有河 景在城中不见城,美如人间仙境 大亚湾即惠州海景之大城,风景变化多端,游美婉转 海岸线纯净洁白,而又不失大气磅礴 岛屿与山岭特色鲜明,震撼非常 此外呢,莲花山旅游区,宝墨园,岩石风景名胜区 龟风风景区等等也很有吸引力 自由感觉让旅行更好玩 下期杨阳和大家不见不散呢